精神重慨的價值在社會上 常常讓人有負面的欺騙印象 外面直到等級北爬 這些一般的經驗者 這次也特別參與第七次 三恰人的台北日四望郵電欄 現場電出的台和表演的音樂 都是精神重慨經驗者的故事 仰修在這個優美樂曲的選領 內容一回合 但修詠主在演奏 自己所創作的樂曲 他也分享自己以前而更近的活路 後來阿密多看北後 出現市民神祭有幻天的狀況 一路走來透過音樂 醫療處理的人的背景 現在漸漸穩定 我覺得音樂是 就是在我之前生病最不舒服的時候 它就是我最好的陪伴 那個時候狀況比較不好 然後就是每天在家就是起來 就彈鋼琴 然後就覺得說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寄託 外座之家是學部精神 一邊經驗者的一個祖節 這次外座之家配合地設計 平常南的台北的町南主地 邀請精神一邊經驗者 創作自己的夢想 現場這些都都是他們的故事 做過的夢 心理書也表示 精神一邊經驗者 想在住在人治館 和朋友的困難 所以也算是社會議題 裡面精神冰狀的一種 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他們的疾病好像會被推到 他們的前面 大家都看到那個病 但是都沒有看到那個人 他到底 他真正的狀態是什麼 平常南的台北電南 陸正在台北北療力輸計 他在燈到十一月中 現場還有各種 有關兵用的議題 青春無家者 都市關住民 外景散車的一些議題 主辦單位把台北各種 有關兵用議題 組織起來 希望用電難的方式 後面將了解社會 各種的故事 記者中加給 下距離台北部